台北東區百貨 它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會 也尋覓了很久 那剛好收狗有位子 所以人潮我們也評估過 是可行的 在百貨設點之外 最重要的菜單內容 店家把牛舌堆成小山 加強視覺效果 這碗招牌牛舌凍 人氣紅不浪 還有豬小排凍 雞腿排凍 各種人氣凍飯 再搭配黃金蜜醬 不到兩百元就能吃到 另外一家連鎖餐飲品牌 也不甘示弱 推出百元鐵板燒料理 廚師把肉洋蔥炒一炒 讓人口水直流 主打台式鐵板燒 是連鎖餐飲店第三個 鐵板燒品牌 根據調查發現 台灣鐵板燒店數 每年以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成長 價格落在一百到兩百九十九元 平價區間佔比最高有百分之三十五 這次標榜要吃飽兼顧好吃 以低單價拓展庶民商機 我們會有兩個蔬菜 包含白飯跟飲料 跟湯式免費可以去加的 不管是燒肉店還是餐飲集團 都看準百億元庶民商機 推出平價美食搶客 再先排隊蜂巢 三地圈張映傑 宇春虎 邱子林 綜合報導